东北季风威力减弱 除了清晨仍有凉意 全台白天气温会逐步回升 今天清晨北部低温普遍15度 其他地区大约是17到19度 平地低温陶云大溪12.3度而已 在新北淡雪则是测到了14.2度的低温 不过早上8点钟了 今天呢廉价结束 大家要恢复小曼上课了 台北温度来到了19度 台中有20.2度 高雄23.3度 花莲20.6度 恒春有22.9度了 今天白天冷空气明显减弱 北部还有东部的高温来到20-25度 中南部的高温有26-29度 薄星其次有新部的东北季风来袭 又会带来水气 北部还有东北部会转为阴雨天 我们看到雷达回波图 今天呢主要呢天气都是比较晴朗稳定的 水气是比较小的都在海面上 倒是花冬地区会有一些的零星降雨 也因为高压开始移动 风面的影响变小 整体的水气都是减弱偏干的 水气是明显偏少的 我们带你看到明天星期三 也是白天舒适为了天气 早晚是比较偏凉 我们带你看到4月6号开工 这个4月7号周三 这两天呢气温就会慢慢地回升了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地图 几乎都是没有蓝色的区块 刚才就告诉您 今天水气非常的少 这波冷空气呢 礼拜一礼拜二清晨影响我们 但是是偏干冷的 冷空气今天白天就要明显减弱 北部高温可以回升到25度 中部有30度 南部也是非常的暖热 我们今天来看到周四 要告诉您有一波东北季风 要再度增强了 好 周四是4月8号 一直到4月10号 这个礼拜六 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会稍微转良 气象局也提醒水气会增多了 好 我们看到 终于有下雨的图示出现了 但是也主要下雨的图示是在哪里 在北部地区还云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地形影响 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2度 低温下探到16度 所以一再提醒您 天气在这样的春天都还是有变化 一些博的外套都不要急着先收 天气还没有到这么热 这么的稳定晴朗稳定呢 所以有时候温度还会往下探 不过水气的部分变多了 几乎看到这北部 中部山区东半部都是有降雨的机会 预期到时候会带来比较多的水气 北部东北部气温略降一些 不过东北风对中南部的影响 还是比较小的 仅在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 而到了4月11号周日的时候 气温回升 水气又会再度减少 这个天气变化 听起您都还是要留意了